今天要來教大家英文 Adobe的Premiere Pro中有一個Audio Ducking的功能 解救了無數剪輯師與水深火熱 到底什麼是鴨子的現在進行式呢? DU-CK除了鴨子以外呢 DU-CK還有一個意思就是閃避 你加了IMG之後呢 它就是指閃避的意思 那這樣就不難理解啦 今天我們來介紹的這個功能呢 它就是Audio Ducking 聲音的迴避 絕對不是什麼鴨子的現在進行式 說這個功能可以解救無數剪輯師與水深火熱 是有點誇張啦 據我的經驗呢 多半的水深火熱狀況呢 九成以上大概都是業主造成的吧 唉 也許你撐過了這九成的折磨 到了最後收尾的階段 在檢查細節的時候 繁複的這些收尾 修細節的工作 可能會成為壓垮你耐心的最後一根稻草 那大家我想最感同身受的呢 就是我們每次在剪輯長片的時候 最後總是要花費不少的時間 來調整這個音量的關鍵幀 也就是微調人聲跟這個背景音樂 或者是音效之間的音量比例 再講淺白一點呢 就是有人講話有OS的時候 背景音樂變小 那人聲結束 沒有OS的時候呢 音樂再把它變大聲 我想這是大家在後期的時候 常常會做的動作 有時候好不容易你把這個混音的工作做好了 準備輸出了 業主突然又說要加這一段話 或者是塞那個畫面 那牽一髮動全身 可能你好不容易精心拉的這個 音量關鍵幀全部都要重來 這種時候最令人想不開 唉 OK 那Audio Ducky呢 基本上它就是要來幫你做這個工作 也就是說音樂配合人聲的音量調整的工作 你交給它就可以了 OK 那我們現在進來Premiere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經拉了這個聲音進來 那沒有畫面 所以畫面是黑黑的不要管它 那大家可以看到A1的這個鬼呢 是我錄的OS 給大家聽聽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相思 聲音有點噁心 我們先不用管 只是示範而已 下面這邊呢是音樂的部分 OK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呢 就是讓音樂的音量自動在 有OS的時候 也就是有旁白的時候 把音量降低 那講完畫之後 比如說中間這個空檔 或者是這邊結束之後呢 再把音量再恢復成正常 OK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步驟就是 我們要先告訴Premiere哪一些是旁白 哪一些是音樂 那我們就先把旁白選擇起來 記得喔 你要把所有這個Sequence裡面的旁白 一次都選取 不能只選一個 選起來之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右邊這邊 有一個Essential Sound的面板 如果沒看到的話 可以到Windows裡面 把它去做開啟 看到這面板之後呢 你選取你的所有的旁白的Clip 這邊指定這些選取的是Dialog 也就是對話的屬性 按下去之後 它就已經指定為這個對話屬性了 也就是說你之後沒有選取東西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邊可以直接選取 你剛剛指定的Dialog 那同理 音樂的部分 也把它選起來 如果你的Sequence裡面 有好幾首配樂的話 記得也要全部一併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呢 把它指定為Music的屬性 OK 那現在你已經有Dialog 我也有這個Music的Clip 已經分類好了 那我們要做的呢 就是點選Music 去做這個聲音迴避的動作 那你進入了這個Music的這個面板之後呢 你會看到有個Docking 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聲音迴避的功能 把它勾起來 勾起來之後呢 它第一個就是Dock Against 就是說你要針對什麼樣的聲音去做迴避 它已經幫你選擇好這個預設值 就是對話的部分 通常的用途大概就是這些 那你當然如果你要針對其他的音效去做聲音迴避 這邊也可以去做設定 那第一個Sensitivity 這個就是它在迴避的時候 它去感測這個目標音頻的這個敏感度 你可以去調整它的高低 還有這個Dock Mount 就是說 你在降低音量的時候 你要降低的強度為多少 這個數值拉的越高 你的音量就會降的越低 那Fed 基本上就是你音量在大小聲調節的時候 它的平滑度 那基本上我會建議大家先用這個預設值試試看就好了 我按一下 Generate Key Frame 大家可以發現 已經產生了這個音量的關鍵症 那我們可以聽聽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相思 作者王維 紅豆深南國 春來發幾支 願君多采節 此物最相思 相信大家對這首詩都不會太陌生 大致上的意思是 鮮紅渾圓的紅豆 生長在陽光明媚的南方 春暖花開的季節 不知有能生出多少 希望思念的人兒多多采集 有小小的紅豆引人相思 好啦 感謝大家噁心的把它聽完 這些參數你可以再做進一步的調整 比如說你覺得 對白進來的時候 音樂的音量降的不夠 那就可以把它拉高 比如說我現在把它拉到-48db 這樣效果也比較明顯 重新按下這個 Generate 大家發現 這個對白進來的時候音量降的非常多 那如果說你希望它在降音量的時候 聲音能夠圓滑一點 音量能夠圓滑一點 你可以把這個Fed拉高 比如說拉到2秒 2000毫秒 也就是2秒的意思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這個 這個關鍵針的變化 有沒有 就變得非常的平順 相信大家對這首詩都不會太陌生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平滑度呢 你可以針對自己音樂 或者是整部影片的節奏 去做一個最適合的調整 OK 那還是記得一個重點 這種AI的輔助功能呢 它只能作為輔助 你不能完全信任它 在你每次使用完這個 audio docking 的功能之後呢 我強烈建議你一定還是要自己從頭到尾檢查一次 你的耳朵還是最值得信任的 這個道理呢有點像是 Audio docking它只是先幫你把路開出來 那至於這個馬路鋪得好不好 這個就要靠你自己下去做微調 OK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啦 請別忘了喜歡按讚分享 請別按了分享 喜歡分享訂閱 如果你對這個功能還有什麼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 我們會盡可能的一一回覆您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掰掰 掰掰 好像有點遠